一扇破千灾 马来西亚麻坡有个小镇 上个月的29号 遭逢了罕见的强风暴雨 志工隔一天就送上了慰问金 给27户的受灾家庭 最近志工是再度来到了小镇 举办了祈福会 在风雨中安住了黄黄不安的心 祈福会当天天宫不作美 于是时大时小 但民众想到的 却是两个星期前的那场风灾 回忆起4月底的风灾 乡亲心有余悸 当时慈祭志工发放慰问金 给27户受灾家庭 他们这样看到我们慈祭走进来 他们真的每个家 只有慈祭第一个走进来 是真的安他们的心 慈祭来了不要紧了 我们就赶快要来办一个 这样的祈福会 来为我们的福克巴西 祈福 风灾过了半个月 当地天气依旧不稳定 志工透过祈福会 来安大家的心 我就希望这个世界 要不要雨灾再雨灾 让大家可以过到平平安安 今天来志工心间比重 心就比重 心就比重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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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贴心关注 相亲的需求 温暖他们的心 也让祝福的力量扩大 大约新闻江妙珍 苏星仪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